今天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批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部署新冠疫苗 序罐加强免疫接种 打第三针时可采用于前两针 不同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 已经接种疫苗究竟有多大作用 为什么还要启动序罐加强免疫接种呢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了相关数据 比如说在由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的疫情当中 陕西重症发生率大约是2.2% 郑州和许昌的重症发生率 大约是3.4% 那在这之前重症发生率平均为7% 导致重症风险下降的主要变量 就是疫苗接种率 是的 另外在天津河南安阳两地 由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疫情当中 其中仅有4例重症病例 这个重症的发生率不到0.6% 研究发现这既有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 症状较轻的缘故 也有加强免疫的很大功劳 加强免疫可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突破感染率 显著降低 数据表明我国新冠疫苗对奥密克戎也是有效的 加强免疫的效果更加突出 对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灵活的同源疫苗 和一元疫苗接种计划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蓄冠免疫加强疫苗 问题来了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蓄冠免疫加强接种呢 咱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蓄冠加强免疫指的就是一种一元性的加强免疫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加强免疫接种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了与之前接种的疫苗是同种技术路线的 这种就叫同源加强免疫 那么相反 你如果选择了和之前接种的疫苗是不同种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 那么这就叫做一元加强免疫苗 我可以再这样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批准的新冠疫苗 三种技术路线主要是灭活疫苗 限定毒载体疫苗和重组基因蛋白疫苗 那么这三种技术路线的疫苗 比如说我们头两针打的是灭活疫苗 这就完成了基础免疫苗 那么第三针也就是加强针 还选择灭活疫苗了吧 这就叫做同源加强 那如果我们前两针打的是灭活疫苗 第三针选择的是别的技术路线的 不是灭活疫苗 那么这就叫做一元加强 那么续冠加强免疫接种 有什么样的优势 以及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们也来看一个小短片 一块了解一下 用续冠加强免疫接种 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不同疫苗之间可以优势互补 二是个人体制不同 可能对某一类疫苗产生的副作用多一些 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疫苗接种 可以规避副反应 蓄冠加强免疫接种 有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 此次蓄冠加强免疫的接种对象 是18岁以上人群 第二 接种对象需满足 以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接种的条件 且这两剂次接种的是国药中生北京公司 北京科兴公司 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第三 要全程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接种 且接种间隔不能短于六个月 第四 接种对象没有进行过加强免疫 也就是没有打第三针 数据表明的同源加强免疫和蓄冠加强免疫 都能够进一步提高免疫的效果 不管怎么样这疫苗的第三针还得抓紧时间打起来